这里被离祖百姓视为禁地 是魔鬼的化身 传说外人一旦踏入便尸骨无存 甚至连蛇虫等生物都不敢靠近 这个传说中的神奇禁地究竟是什么模样 它又果真如当地人所说的一般诡异恐怖吗 这个禁地就是位于海南宝庭县与三亚市接壤处的仙安石林 触目所及全都是尖锐诡异的岩石 每一块都如同出鞘的利剑 锐利恐怖 锋利程度足以轻易划破皮肤 当地人称它为鬼山 相传数千年前 离族先民来到这里时 这一带野兽独虫遍布 非常危险 离族首领离王求助乌仙 搬来了几座巨大的山脉 将山上的每一块山石都化成了锋利的刀枪剑斧 使得野兽再也不敢靠近 人们才能够在这里繁衍生息 因此很多离族人一直将鬼山视作守护神山 对它格外敬畏 从不敢轻易踏入其中 很显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那鬼山奇异的形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奥秘就在组成这座大山的岩石里 鬼山原本是一座由石灰岩构成的大山 这里常年高温多雨 数百万年来 雨水沿着地壳运动后产生的裂系 不断对石灰岩山体进行冲刷融石 也就形成了这如刀如剑的奇观 在我国还有很多地方 都有石灰岩构成的石林景观 如云南的陆南石林 四川的星文石林等 但它们大多呈现塔状 顶端较为整齐平缓 与鬼山的尖锐锋利完全不同 刀剑奇观之所以只在鬼山出现 是因为鬼山的石灰岩更加纯净 纯度接近百分之百 石灰岩的纯度越高 就越容易和水及空气发生反应 这是形成鬼山奇观的重要条件 千百年来 正是当地人对鬼山的崇拜和敬畏 才使得这一脆弱珍稀的绝世景观能够留存至今 但近几年来 由于前来参观的人数不断增加 石林遭到了严重破坏 甚至很多时间被游客敲断 拿回家作为盆中之景 这处经历了四百多万年才形成的地球奇观 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